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3w.houghton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盾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教程 我们来接着学习郑哲北达士的课程 那么这一堂课 我们来学习郑哲北达士的另一个知识点 叫做重复匹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重复匹配 我们先写个字不串啊 那么重复匹配拥有的非常广啊 这例子很多 好 我们来写个正折 我们要匹配出后盾网百度 还有淘宝这几个知识串 也就是说这个域名当中的这个域 比如说后盾网 然后百度啊淘宝这些知识串 我们要匹配出来 那么我们写一下PREG 我们这个用点 这个点要转译啊 然后中间是-W 但实际上我们这样匹配 是匹配不到任何结果的 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空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这块再写一个 到了Its吧 然后呢我们这样 Echo 假如说这个是返回的是一个帧 那么我们写入匹配升空 或者说查找到了 匹配升空吧 否则的话呢 我们写失败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看到是失败的 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W它只是一个原子 它只代表一个字符 它无法代表多个字符 它只是代表数字字母或者下滑线 但实际上这个后盾网 或者说百度或者说淘宝 它都是由多个字母构成的 所以说我们要用到重复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星 星是一个具有特殊语义的 一个重复的标识 它代表什么 代表从零到多个 零到多个啊 那么我们加上星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原子组 加上一括号 好 刷新 我们看到匹配成功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嗯 玩dump吧 这样打吧 假如到了ITATSE 如果匹配成功的话 我们写上 匹配成功 然后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换行 然后再玩蛋盘 到了AR 否则的话 嗯 我们直接带出错误 失败 好 我们刷新 我们看到匹配成功 然后匹配内容都罗列出来 呃 包括这是我们原子组啊 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整个匹配内容 第二个是我们原子组 我们看到 后顿呢 百度啊 淘宝啊 都匹配出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星 这个重乎匹配 当然它代表的是零个或多个 比如说我们再写个支付串 到了 ITR2 3W 点点 抗 这个能匹配出来吗 也能匹配出来 匹配成功 是不是啊 为什么匹配成功 因为它代表的是零个 或者多个 你即使没有 它也是能匹配出来的 即使没有也是能匹配出来 比如说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我把这块注释一下 呃 我们 再建一个测试的脚本吧 比如说叫做 Demo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块随便写个类 叫做Demo类 那么这里面随便有一些方法 叫做 嗯 ADD方法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方法 叫做DR方法 好 然后呢 我们这块可能会 有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呢 可能这块还有一个类 假如说啊 叫做Demo2 那么这次对这个类的一个注释 我就不写了啊 这块呢 我仔细写上 嗯 这个比如说是 Demo2 测试类 当然这个例子没有实际用价值啊 但是可以练习我们的这个正折 那么叫做Demo1 测试类 好 Demo1 那么现在我想在这个所有注释前面 全加上后的网的网址 通过正代表达式 我们要全部加上我们后等网的 这个后等网 这个中文字 还有我们的网址怎么来处理 我们回来 首先我们肯定要把这个 拾不串得到 Filegetcontents 得到谁呢 Demo.php 那么我们输出 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拾不串 对不对 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拾不串 内容得到了 只不过它是一个类 所以说我们输出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来这样 我们要把到了 要写一个正折 在所有的前面 全加上我们后等网的 替换成一个内容 然后到了HDR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 Date数据 Fileputcontents 然后是我们的 直接写到Demo里吧 Demo 1.php吧 就是Date 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正折 把这个Demo1 这种注释前面 全加上我们后等网的 这个网址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这注释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 杠星 然后中间呢 会有一些内容 点 这个点 代表 除了换行符以外的任意制服啊 除了换行符以外 也就是说 除了杠R杠N之外的任意制服 那么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 这样 这因为这斜杠 本身有特殊的语义 在正在表达式语法当中 所以说 我们要把它进行转译 转译之后呢 我们给它放到一个原子组当中 然后呢 这一块呢 我们 因为点 代表任意 任意一个制服嘛 除了换行符以外 我们用 星号 然后呢 我们加上了一个修士符 S 也就是四维单行 然后不区分大小写 这个注释的后面 也是非常有规范的 一个星号 一个斜杠 那么也有特殊的语义 我们也要给它转译一下 然后呢 我也把这块也变成一个原子组 那么这块也变成一个原子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匹配到了什么内容 PIEG MATCH AR DollarPIEG DollarSDR DollarDate DollarAR WireDump DollarAR 好 下面先注释吧 我们来刷新下浏览器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匹配的时候是DEMO1 DEMO2 整个全匹配了 对不对 这是这个正的表现是贪婪的特性啊 那么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贪婪 我们稍后再讲啊 加上一个问号就禁止贪婪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匹配的时候 呃 因为这个新鞋杠在这里有 在这里有 假如说我们加上不加这个问号的时候 点个新的时候 它会一直找 找到这新号 它会接着往下找 找到这 是不是 所以说它都会匹配上 都会匹配 都会匹配上 那么你看就到了这里 对不对 都会匹配上 那么我们如果说加上一个新号 就禁止它 它蓝匹配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注释里面这块是有 有可能说会有多个型号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加号 加号代表一次或者多次 好 这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我们会看到 我再加上一个 这样的符号吧 PREG 重定义排序规则 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个完整匹配的 把注释已经匹配好了 是不是 第一个元素0 完整的匹配了 那么第一个原子组 对不对 是我们这一块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原子组 是我们的 注释的内容 这一块 那么第三个原子组 是这一块 第三个原子组是这一块 然后下一次匹配的时候 又匹配了DEMO2的 对不对 然后这是 DEMO2的内容 第二个原子组 第三个原子组 那么我们把原子组都找到了 我们再替换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 我们把这块注释一下 把这块打开 那么我们替换的时候 无非就是这样 第一个原子组 杠杠1 我们不动 对不对 然后加上一个回车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星号 我们要加什么呢 看这里啊 再加一空格 后盾网 http 3w点 或者说 bbs点 后盾网点 抗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 杠杠2 我们正常的这个注释内容 我们要拿过来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杠杠1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刷新一下 看有没有成功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DEMO1 要刷新这块 DEMO1 好 我们看到这内容 已经加上了后盾网网址 然后这些加上了 但是我们后面这个注释这块 去反了 是不是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呃 原子组序列号 我们弄的错了 应该是杠杠3 这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 然后回来 DEMO1 我们看到是不是全加上了 后盾网 还有后盾网的网址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重复匹配 如果没有重复匹配 你这些功能肯定就是 呃 没办法制作的 好 我把这块注释 后盾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盾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盾QQ群 同时 后盾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